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劉森年華八卦 也有人稱什麼 柔森 身體要很柔 也有人這樣稱 他說成派高士八卦 我在講一下 成派高士八卦 他差別跟其他派差別再來 我除了先天八卦我還有後天六十四卦 後天有六十四卦 這先天八卦是轉圓圈用的 後天六十四卦有直燙的 那為什麼只有他有 他現在有一個故事 比如像影服影派的 傳到我們台灣來就是在舞台那邊 我以前是在舞台練拳 舞台他們就不知道有六十四場這個東西 但他們的拳也有六十四場 但不是這樣傳這樣 原來齁 他們這個 我把他這個頂部大概講一下 董寨川他在年紀大的時候 他也在住在他的學生家裡面齁 他就跟他的講說他以前學的時候 是跟一個單次學的 這個單次有名稱叫做必成俠 畢成俠 他畢成俠跟誰就不知道 畢成俠單次學 然後我剛才去學的時候 有兩個學生 畢成俠有兩個學生 當他的助教 因為他們已經跟他生很久了 然後再來開始這樣傳到 本來高一聖 我們的六十四場是高一聖 要傳一下的 為什麼只有他也 他原先跟另外一個宋長龍 董寨川的弟子宋長龍 本來已經跟他學三年了 跟他學了三年 他本來是跟他學三年 這只學單半掌一試 三年只學一試 然後他 後來人家就這樣 就介紹他到另外一個弟子 董寨川另外一個 對陳彥華那邊去學 只學兩年而已 他就把八掌同學都學完 然後八掌就只有這樣而已 他就練練練 那兩年後 因為那時候碰到八國聯軍 陳彥華因為去抵抗 被德國人打死 然後他就沒有了老師 然後後來又跟其他的師兄 慢慢研究 又研究二十幾年 後來他就到了那個 到天津的樣子 到山東去教 在山東交際鐵路那一帶去教權 他在教教教當中 有一個 我們台灣有一個叫吳錦元 現在他們成立一個協會 在錦元文化場 他的那個吳錦元他年紀小的時候 他的父親把高玉聖請回家裡面 以前學權的人都是有錢人 就把老師請到那邊供應他素修 然後這樣學 他就是跟他這樣學 但是他這樣教了一段時間裡面 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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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一個道士跟他講說 你這個八國長學得還不錯 但是還沒有得到精髓 也沒學完 然後他就 那個單次就教他 教教教教教 教了六四掌 原來那六四掌出來 後來他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就叫宋毅仁 宋毅仁 這宋毅仁原來必成起來兩個單次其中一個 是這樣的 所以六四掌就是從這邊弄 那問題是董海川以前在學的時候 沒有完全學完 他就下山了 是這樣的 所以他的弟子這邊有的有 有的沒有這樣 好 那高一聖的其中有一個弟子 又叫做吳夢霞 高一聖的弟子有一個叫吳夢霞 我把他寫在下面 吳夢霞 吳夢霞他非常喜歡八國長 已經跟過十一個老師了 其中有一個老師叫做韓木霞 韓木霞是在上面的 有一個叫韓夢霞 他也曾經跟韓夢霞學 他只不過學了好幾年才學了五十二四而已 後來又跑到高一聖這邊 又把六十四掌 後天那六十四掌同樣學完 然後他就發現怎麼樣 其實高一聖老師教的 跟他以前的老師韓夢霞教的 怎麼都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他們認為說 你們兩個一定是同門的 然後就引見 透過他第三者去引見他們兩個見面 那韓夢霞 跟他去見面以後就講 我是跟誰學跟誰學 然後他是跟誰學 然後他跟另外一個人叫做應文天 宋玉仁跟一文天 就是碧城祥那兩個單式 就是董海船口中有兩個單式 董海船他只講兩個單式 但沒有講名字 可是這樣錯錯錯起來 原來是這樣 因為董海船當初去的時候 兩個人教他 他沒學完他就下山了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典故是 書上有人這樣寫 可是很多練八卦掌他說這個是傳說 也有人是這樣講是傳說 我們沒有考戰 那高義聖 我剛才講的那個怎麼樣 那個 武警來 警員八卦掌 他現在在新竹 他有一個八卦掌協會 他是跟他學的 然後高義聖也有個弟子 他在天津教的 他在山東教完以後 又移一個地方到天津去教 那我們台灣 台灣有一個老師 叫做台史義中 叫張俊鋒 現在已經過世 民國六十四年就過世了 他那時候是經常到天津去做生意 他就認識 然後就跟他學 後來大陸失憲 移到台灣來以後 他來到台灣 他是台灣第一個 在台灣教八卦掌 所以他稱作什麼 台史義中 台灣會有八卦掌 他的功勞應該是算最大 因為他最早把他教出來 那張俊鋒的一個弟子 叫張俊鋒 他現在在淡江大學 國術生已經教了 將近十幾二十年了 我剛開始學八卦掌 我就跟張老師學了 那時候 後天六十四長 一個月學一掛 一年學一掛 一年才學一掛 那跟他學四年 還學四掛而已 然後他就出國了 到法國去 後來過了好幾年他回來 再把後面的八卦補習 因為動作太多 前四掛因為一掛 花一年的時間才學會 所以記憶很難吃 記得四掛 後面的四掛 後來他回來 是一個月交一掛 一個月交一掛 這個交了很快 你就汪汪汪的 就不記得了 這樣子 那我的第二個八卦掌老師 就警員八卦掌 他的系統都跟他一模一樣 他的後天六十四掛 每一掛都有名稱 叫做 第一掛叫 開孔吞炭力吊蓋 他通通都有 只是手法卻不太一樣 那這台灣教的這些 跟香港的 香港他有一個地址 高一聖有一個 香港人家叫何可才 他也在香港教八卦掌 他都有相同的名稱 但手法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不可能去學八卦 這個怎麼樣 六十四四 因為那個齁 你花好幾年時間學齁 學完就會旺光光 所以我們直接就 直接跳到怎麼樣 跳到後面齁 直接學那個轉掌 但是也不是學先天的 在警員八卦掌裡面 他不叫做什麼 先天後天 他叫做天干跟地支 先天那個八卦轉圈圈的 叫做怎麼樣 先天八卦 他直趟練習的叫做後天八卦 那我們八卦掌要學的 不是先天也不是後天 因為那個都還沒有 我們就先學八卦掌的 暖身 暖身有一個十二四 暖身十二四 那五塊就會學完 你可以把它當作基本功操來練 他的動作因為要切入 切入八卦掌的動作 所以還是要去學一下 然後會學一個基本的六四 基本六四 八卦掌的內容這樣 跟八大鋼 就學這樣而已 那八大鋼是叫做八個母掌 還沒有進去先天八卦 還沒有進去先天八卦 只是你學的這個八卦掌 你要切進去先天八卦才學的會 那我們教這個六四 這個四就是不動的 不會動叫四 八卦掌是轉掌用的 八大鋼是轉掌用的 所以他要動來動去 但是都可以轉圈圈 為什麼要這樣練 你練一個基本四 你可以當作中法來練 你也可以當動步來練 走這個怎麼樣 走步來練 等到八大鋼轉掌的事實以後 你又可以交叉練 你一下練 基本六四可以轉到八大鋼 兩個可以融在一起 那你要可以自己可以自己練 就很多了 好比說我同一教會大家 六到四八大鋼 然後大家分頭去練習 自我練習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人練 跟那個靈跟那個練練 都不太一樣 因為你自己組合連接的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變成 只教你單次 那組合就是個人去組合 這樣 這樣 字幕組合 整